我觉得啊 咱们必须想个对策 不能让唐欢这么放纵下去 他也找你聊天了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聊天的人 可以聊得你想死 烦死我了都啊 所以先没那么多话 我跟你们说 他要再跟我聊天 我就不回来了 这失落之后是空虚 空虚之后是画廊 只不过我到了画廊这一步就打住了 这唐欢走得也太远了 我觉得咱们必须得劝劝唐欢 你看我总结了一下 我都写下来了啊 这几条我给你们念念 你们看看行不行啊 首先 不管你之前怎么一胡百一 现在地球上就咱们七个 你要接受现实 对对对 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呢 你要适应环境 不能让环境适应你 对 是这个道理啊 就是适者生存嘛 再就是 有关心你的人在身边 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是啊 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对吧 再说了 地球这么大 不当明星 还有很多值得做的事 你可以出去玩玩啊 咱俩就像一块去 那不就出去玩吗 不就是吗 这个 一会儿等唐欢来 就这么劝他 来来来来来来 你们都在呢 忙不忙啊 先别管忙不忙 唐欢 来 那个我想跟你 粗粗稀谈谈心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首先 唐欢 即便你以前一呼百应 但现在地球上 只剩七个人了 所以你得接受现实 然后呢 就是你得适应环境 不能让环境适应你啊 适者生存嘛 再就是 身边这么多 关心你的人 你有什么遗憾呢 地球这么大呀 你不当明星啊 你可以干点别的呀 你出去玩啊 是不是 出去玩 啊 哎 大伙都这么诚恳地劝我了 你不说两句啊 郑郑郑 咱俩住一个屋 坐这么长时间了 你就没有想 想劝我的吗 我要说 刚才他们说那些 都是我想的 你信不 郑郑郑 郑郑 不管你以前 怎么一呼百应 现在地球上 只有我们七个人了 所以你得接受现实 郑郑郑 你得适应环境 不能让环境适应你 适者胜存 郑郑 对身边这么多朋友 关心你 你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郑郑 你看 天天这样天上不好 地球这么大 你可以出去玩嘛 你跟他呆着干什么 臭表脸 你不再说两句了 你看咱俩在一个屋 住那么长时间了 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你就一点 一点想帮帮我的心 都没有吗 到底谁劝谁呀 谁有病吗 没有病吗 正正病 肯定正正病 我好了 伤ء 伤 rats 伤理 伤房 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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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